早上是怕針,很害怕的 因為我試過讀書的時候 針到眼睛腫了,到上學 看不到的一隻眼 針得多,你就有了一個抗體 我們有時候針就當蚊針 我姓邪,英文名叫Kenneth 我們三代都是養蜂 當然終於跟牠相處 我對蜜蜂比我太太多 我每天七點起床 就是放狗,接著就蜜蜂 因為二百雙蜜蜂 最基本是五千至一萬 是一個群體 每一隻小蜜蜂 都有牠自己的制度去做 蜜蜂針裡有一隻蜂喉 一百幾十隻蜂蜂 其他所有蜜蜂 一出生,牠喝了第一口糖 牠就開始去做 做些巢房 牠就要照顧那些嬰蜜蜂 就是所謂幼蜂 再過幾天之後 牠就飛了出去 牠就開始做採塘的工作 我現在開始採塘的第一個步驟 我們首先是檢查一下蜂蜂在不在這裡 如果在這裡的時候 就趕牠離開這裡 我們先做這個步驟 很溫柔,輕輕一點 最後就大大力 這樣就完成了 OK 我們現在蜂蜂之後 把這些蜂清掉 不要用太蜂的刀 因為蜂刀會刮到木裏 把它批開之後 那些蜂蜂放進離心器裡 才能走出來 不然蜂蜂出不來 我們開頭就是這樣 細細來 然後才開始打速 我們通常一般 一板就應該有一瓶 二百八十毫升的蜂糖 那時候多數是用野生蜜蜂 就很少用繁殖 你越建更多的房子 住牢村的地方人少了 那你就少了人養蜂 蜂當然對生態很重要 因為你開花 都要蜂蜂去傳播花粉 還有希望帶動香港人 去養蜂 還有形式蜂蜂蜂 蜜糖